大家好 我是徐明哲 欢迎收看今天多空其盛的节目 那么今天加薛指数开刀震荡走低 中场只有小涨了5点 那么成交量就有700多亿 我相信你昨天晚上在看美股的时候 那么上个礼拜五美股的收高 我相信你今天会预期 台股有可能因为外资的回补行情 那么开高之后直接化解这个反压 把缺口8577点给补掉 往上再攻 但是事实上是不然的 我们上个礼拜在说 这个盘是控盘者在做短线上面的调节 它并没有翻空 它只是做短线上面的调节 所以你今天回过头来看 今天盘后的资料 外资还是买了20几亿 但是盘面上的个股的调整就非常的剧烈 那有些股票它是创波段新高 亮灯涨停板 当然有些股票它是跌破季线 直接亮灯跌停板 所以盘面上的个股的变化 关乎着未来的盘势 我们也不断的提醒大家说 今年甲午年它是一个黑马年 而且这匹马它是一匹汉马 非常的凶汉 股价上面的震荡 如果你没有亦步亦趋 你很难去掌握住波段的行情 所以今天回过头来看 你可以我们在上个礼拜谈到盘势的时候 我就很清楚的告诉你 上个礼拜是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就是这个盘它是盘间向上没有什么大问题 那重点在于说 上个礼拜四跟礼拜五是一个关键 我送给你一句话 我说你要当断则断 但是你要当进则进 如何断如何进 我相信方向我们都有给你 对不对 所以回过头来看 我们礼拜五的时候有讲过 我说上个礼拜五的成交量是896亿 那么小量补缺口 基本上震荡一定做拉回 那么盘间的格局没有改变的情况是这样 重点在于说 现在台股要往上攻 还是往下做拉回 是由外资的态度做决定 我认为不是由控盘者的态度做决定 因为控盘者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它只要做短线上面的调节 基本上短线上获利本来就很正常 那重点是在于说 外资在美股创新高的过程里面 它要不要回头大买 这一波它总计卖超还是有700多亿 连同今天这样扣回来 大概还有700多亿的库存还没有做回补 那回补的过程里面 如果可以伴随着台股的放量 就可以化解这一波时间上面 跟空间上面的整理 我强调是整理 它不是翻空 所以先不要紧张 来 今天大盘涨了5点 早盘最高涨了44点 那么成交量就有723亿 以技术形态上面来讲 目前台股进入整理期 不管是用时间的整理或是空间的整理 重点是在个股表现 尤其是什么来放在那边 美股尤其是电子股 在美股的背景之下创新高 台股变成小量了 那么开高走低 控盘者做短线的调节 OK 调整结构的过程里面 它是等待一个补量 那么重点在于说 个股表现的盘里面 我们锁定的叫汽车产业 其实你今天回过头来看 我们这波台股从低点反转上来 我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 就是说投资朋友 你不要因为指数的涨跟跌 去影响自己的操作节奏 如果有很大回撤的风险 我会告诉你 那反过头来讲 如果有很强的攻击讯号 我也会提醒你 对不对 我们在之前过年前 你记不记得我提醒过你 大凡会有回撤的风险 但是我说回撤 不代表崩跌 很多人搞不清楚 回撤跟崩跌有什么意义 不是都要跌 对不对 但是我说这边会跌下来 会往上再走一段 什么意思 就是会走这种模式 不是吗 之后你也证明 真的 台湾50爆量之后开始见转折 对不对 一直涨到季限制上 在上个礼拜之后我们谈到 我说量缩吞噬你先不用怕 这个缺口它还是要补 对不对 因为外资的态度会决定 台股未来的走势 不是吗 上个礼拜五 差11点就玩风了 我说大盘走到这边来 必须要看外资的态度 我的看法还没有改变 不是吗 所以你要攻击或拉回 由外资来做决定 对不对 那重点是出手护盘的人 在这里 他已经短线达正了 为什么 因为美股后面你证明 创新高嘛 对不对 NASDAQ 费半它都创新高 台股走到这边来 它本来就很合理 不是吗 所以技术形态上面来讲 来放在这边 今天大盘一样在缺口附近做震荡 8577点跟8519点 那么重点是在于说 现在季限它既然在往上走 对不对 这一波台股直接V转上来 要特别留意 留下两个多方的跳空缺口 那么有两种方式可以去化解 不用补缺口的压力 一个叫震荡横向整理 为什么 等季限慢慢走上来 那么碰触到季限之后就再攻一次 这个是最漂亮的走势 另外一种就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补完缺口之后碰到季限 一样再上一次 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定义 如果台股没有办法往上做放量 指数它不跌 就代表什么 缓步盘间的格局没有改变 那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于刻股表现 所以这个礼拜你关牌的重点 绝对是在整个台股里面的个别股 也许是今天很多人会看到这一排的股票 我相信我在讲这一排股票的时候 很多人觉得说 徐老师你之前没提过 我说我是做多的老师 但是我一定要告诉你 你该把钱放在什么样的方向 对不对 那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我在2月6号的时候提醒过你的事情 到现在为止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通通都验证了 不是吗 我当时讲过台股指数见低一点 但是问题是 你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 那有些股票 已经领先大盘破季限 反而上来你就要跑 对不对 我说风暴后你要放胆买增主流 不是吗 但是我发现很多最近的投资朋友 在加入我们团队的过程里面 我一定会看到他们手上的持股 那我们给的建议就是 最关键像上个礼拜四礼拜五是最关键的 为什么 因为你或许看起来 好像没有什么大感觉 指数也没有说大跌或大涨 那为什么上个礼拜很关键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我说我定义这波台股叫什么 我定义这波台股 其实我从2月5号就告诉你的 我说甲午叫黑马年 对不对 你要脉络买墙 而且要灵活操作 你就当机立断 立马行动 你才可以避开风险追求获利 那到现在为止 你有没有发现半个月过去的 我们手上的股票创新高 当然你每天听我在讲 你会觉得说这个台股没有事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当你的股票转弱的时候 你当断不断 你举期不定 我相信你一旦套到股票 你一定会告诉自己 我把它当长期投资 可是问题是 就是因为有这种观念 我们都不断的在节目上劝导大家说 股票它是一个战场 什么意思 每天进出的 你每天看到增加的章数 你每天看到的价格 都在输费 所以不要把投资当成一个 好像说你安慰自己就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富翁 我不断的强调的事情是 我们预判今年的走势 尤其是个股方面 会走势非常的分歧 尤其是个股方面 对不对 我说甲午叫黑马年 票汉是它的特性 不是吗 你记不记得我在这一天 元月27号的时候谈过一件事情 来放在这边 当时6244的帽底 我说你什么都不看 至少股价从36块钱 涨到63块钱破了季线 57块5毛钱 技术形态上面告诉你 第二次铁波季线 对不对 那我当时就讲了一个论点 我说你要注意法人的弃氧效应 为什么 因为即使股票你不卖 法人也会卖 不是吗 当时624的帽底 遭到法人认养 全部的人都知道 但是问题是 放在这边 你记得我们讲过 我们的操作有什么 基本面从研究家开始 那决策面从什么 决策系统开始 这是我们的决策系统 在59块9毛钱的时候 高档它已经出现三次背离讯号 就是卖出啦 今天跳空跌停直接破季线 直接破颈线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在这个股票市场里面 你要避开风险 你要追求获利 你的工具必须要比别人多更多 不是吗 当然很多人会说 徐老师你没有连续讲 你跟其他那些放货老师不一样 我说 我跟其他那些放货老师不一样在于 我不会浪费时间在这边讲 我认为转弱的产业 为什么 因为你买转强的股票都来不及了 你怎么有时间去解这些转弱的产业呢 不是吗 我只是在印证一句话给你看而已 我说 我讲过的事情 其实现在很多人看在心里面 我相信还是会有人受伤 为什么 因为你当断不断 不是吗 冒敌破线的时候你不出 现在你受伤了 对不对 那反过头来讲 你有没有当进则进 我不知道 但是 如果你从2月6号看我节目到现在 我只会送给你一张图卡 这张图卡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你是不是后遇良多 对不对 我说你要长线操作叫汽车产业 什么叫长线 我当时还很俏皮的问你一句话 你认为的长线是什么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一个月两个月 半年一年 在我的观点来看 我当时讲过了 如果一张股票可以让你连续涨 然后赚5年你要不要做 我相信很多人当时的标准答案 就是那有可怜 对不对 我说股票市场里面没有什么不可能 就只有一件事 我觉得是绝对的 那就是操作 一定要按照基本面跟趋势来发展 不是吗 所以当时我讲过了 长线操作叫汽车产业 对不对 最近操作的 来 像3665F报连 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 当你看好一个产业的时候 量缩作震荡拉回 我当时就印证过了 基本面向上 决策系统也是向上 对不对 那你拉回来你敢不敢买 你有多少工具 你就可以创造多少获利 不是吗 所以你今天回过头来看 像茂年125块半的买点 量缩正当拉回 你有没有买我不知道 但是我在2月6号就告诉你 我手上部位有很多现金 我要买汽车产业 对不对 后面茂年创新高 后面茂年再创新高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上个礼拜五再创新高 那你要有本事从这边报到这边 我上个礼拜情人节的时候 我还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会员报老 一张都不卖 不是吗 你今天回过头来看 茂年是不是再创新高 152.5 有没有 我说什么叫波段 当你买到一张股票之后 它开始涨 而且脱离你的成本 你才有办法报波段 那你反过头来讲 我们这个产业在搜寻的过程里面 我说过的 其实这个产业可以让你做的股票 非常的多 对不对 我在12月31号的时候送给你 台湾环保版的特斯拉 当时很多人搞不清楚什么意思 我说节能环保新科技新材料 这一张股票四合一 对不对 62块半的升距 列入核心持股 什么叫核心持股 核心持股对我的定义来讲 就是你必须跟它长期抗战超过三个月以上 才叫核心持股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升距从62块半涨到74块钱 对不对 这一天2月12号涨停板 今天它再创新高 82块八毛钱 你说徐老师 台面上怎么没有人再讲这一张股票 我说台面上懂得它的人 其实不多 我讲真的其实不多 为什么 因为它说货位版的 你说它跟节能减碳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啊 我给你看另外一个东西 你就知道了 来 这是上个礼拜五的新闻 那么这个东西很重要哦 大陆的车子要三保 什么叫三保 保修保患保退 为什么 因为中国这个泱泱大国 它要开始追求环保 如果你的车子太老旧 零件常常坏 代表什么 污染率比较高 所以它从现在开始要告诉你 你要保修保患保退 你的零件要很好 那么车厂为了避免麻烦 以前用便宜的大陆零组件 对不对 那刺就好了对不对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如果你常常换 你就会遭到警告 不是吗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五 特别告诉你 我说如果你错过了身据 如果你错过了身据 62块半 涨到82块8毛钱 第一档有一档转强的股票 对不对 车用端子的 这就跟三保有关系 不是吗 90块6毛钱做切入 你知道吗 今天创波段新高 94块7毛钱 重点不在于创新高 重点在于当趋势在往上的时候 一旦突破下降反压线 就会开始挑战历史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我光讲一个汽车产业 就可以让你轮流做操作 对不对 所以等一下休息回来之后 我再来告诉你 我们测标有写 华金科第二 我今天会正式告诉你 要往哪个方向做搜寻 休息之后 我马上回来 请看 台北湾系列 湘南大宅 280-9898 好棒的 好棒的 专业的研究团队 老师犀利的见解 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 给您最中肯的建议 给您最明确的方向 选择高薪让您放心 选择高薪让您坐拥高薪 高薪头裤是您唯一的选择 0227175567 0227175567 专业的研究团队 老师犀利的见解 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 给您最中肯的建议 给您最明确的方向 选择高薪让您放心 选择高薪让您坐拥高薪 高薪头裤是您唯一的选择 0227175567 0227175567 森田药庄高纯度玻尿山面膜 森田药庄 爸爸 儿派气密窗 专利复合是岛块 学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儿派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也是代用 森田药庄高纯度玻尿山面膜 森田药庄 来回到现场 还是这句话送给大家 甲午黑马年票汉是他的特性 有时候我们 尤其我最近的会员 常常会feedback回来给我 那他们都讲一句话说 徐老师真的 接到你的call讯之后 如果不马上行动 有时候股票就不小心涨领版了 哪有这么厉害 我听到的时候我觉得 其实我们在讲一个盘氏的特性 去年的盘氏特性就是磨嘛 对不对 那今天的盘氏的特性是什么 票汉 所以你要积极 你要当进则进 你要当断则断 你不要不进不断 弄到后面一个行情涨上去 你什么都没赚到 那我觉得很可惜啊 不是吗 今天指数这个小涨5点 有些股票涨停板 有些股票杀到跌停板 有些股票创波乱新高 有些股票创波乱新低 你要站在哪一边 同样反弹这波上来 你又没有赚到钱 这才是关键啊 不是吗 新春开后盘第一天我送给你 卖弱买强 这听起来像废话 对不对 真的吗 你如果一开盘照着做 你现在得到的是什么 你手上不会有弱势骨 对不对 你手上会是什么 你手上会是真主流 真主流是什么 汽车产业 不可否认嘛 不是吗 用股价来印证 对不对 贸年125块半 今天创新高152块半 不是吗 升据62块半 涨到82块8 有吗 什么叫波段 我当一档股票列入核心持股的时候 我就是要告诉我自己 我要带着我会员跟他抗战三个月 这个叫波段 升据从这边切入 12月31号到现在为止 还三个月没 当然还没啊 对不对 来 上个礼拜五转强的股票 车用端子 今天创新高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气热柱群让你做不完 真的做不完 而且包含电子 不是吗 我说主流在电子没错 但是电子你要选对边 今天很多人会去讲这档股票 3059华金科 早盘直接锁掌零板 尾盘来锁了11124张 你想买你都买不到 我套一句我最近常常听到的 某些人在分析盘式的时候都讲说 你要多少多少 你想要多少300万500万 你通通都会有 那我也遇过这种来参加我的会员 告诉我说 徐老师 那有些人在台课上讲的 要多少多少其实根本就没有 成交量就几百张 我要买200张我是哪买 还好参加你的会员 华金科成交量有几张 随便数啦 上个礼拜是1万张 来 4900张 2300张 来 3500张 来 8500张 你买个两三百张 好不容易容易出 你要多少有多少 开玩笑啦 你敢买多少 1月6号在有华金科的时候 全市长有谁认识他 汽车相机胜计三大产品爆发元年 更早之前台湾的纳资杰谁会去谈 不会每个人都在讲Tesla Tesla Tesla 对不对 我就喜欢讲华金科 16块7毛钱 第一段早上来你认识他 打回来你又不认识对不对 那后面做回撤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我怎么讲 如果你不记得没关系 导播请上VCR 我们当时在讲华金科之后 是怎么讲的 导播请 可是问题是 当股票震荡拉回的时候 我再回到刚刚那句话 产业面有变吗 如果有变我会告诉你 如果没有变呢 12月10号19块钱 我说公事再起 从23块钱再度拉回19块钱 对不对 后面涨到23块3.5 来放在这边 23块3.5 你曾经报过一根大量 破万张哦 所以 你有没有发现我的图卡 真的很有意思 你真是有趣的对不对 我说19块钱你不买 来到这个位置你去追 我不知道他对不对 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问你一个问题 今天华金科杀到21块4毛钱 我印的时候是21块4毛最低点 那么请问你 谁有低成本优势 是追加在锦线的人有低成本优势 还是买在19块的人有低成本优势 那如果你来到锦线会怎么做 现在他拉回你该怎么做 我有标准答案 来我相信我也有标准答案给你 对不对 当时回到这边来 21块9毛钱的时候 我说过了 我不可能买在最低点 但是我会告诉你 洗盘结束21块9可以买 后面涨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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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到30块4毛钱 对不对 那你问我卖了没 我在2月10号的时候告诉过你 我说一档多头的股票 营收爆发点它不会在底部 不是吗 结果呢 2月13号股价越过利空的高点 当时也没有人解华金科 我告诉你保证没有 因为全部人都不懂它 那事后证明是什么 我说量缩做回撤这个叫月线 对不对 我上个礼拜五做确认 29块3毛钱 洗盘结束新会员上车 盘中传出来这个交席 接获联想华为及HTC的订单 手机影像解决方案 那你问我 徐老师 为什么消息还没出来你就知道 今天亮灯掌停板 全部人都知道对不对 那谁最开心 这就是结论不是吗 所以我上个礼拜特别讲说 如果你想要转波段 你要有一个观念 华金科第一段是个掌停板 第二次19块 第三次21块9毛钱 第四次29块3毛钱 你有没有一个老师从头到尾带你做一档股票 这样子做的 他今天创新高 齐胜家族波段大胜 放到这边 这个是最重要 华金科已经被我霸占了 我一张都不卖 19块钱买的 21块9毛钱买的 29块3毛钱买的 67块45%加8% 如果不效的老师会把你加起来 告诉你我赚了快一倍 我不是那一种 我不是那种老师 我只会告诉你我们怎么看 对不对 周线怎么看 我上个礼拜我还特别告诉你 情人节礼物是什么 两周周量16万张 你能不能确认他是做进货 过高就确认 来 有没有创新高 有啦 那这边叫什么量 那你今天回过头来问 徐老师真的 一旦创新高做确认 我就买不了 对 好这就是关键的 来最后一分钟注意听 你错过华金科的 你如果想要有这个本事 我华金科从19块钱报到31块8万5 涨到67.6% 我一张都不卖 华金科第二在这里 我前天预告的对不对 开始垫高 这是他2月13号的走势 这是他今天的走势 测完月线往上开始转强 注意哦 一旦这个大量驱坐月过 周线大量做确认 那你要小心 回车月线甩尾盘 这种股票 我认为会最票汉 那如果不小心超越华金科 我希望你在车上 你有没有赚大波段的野望 华金科的四大买点 如果你错过 好好把握汉马状案 集中火力 祝各位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冷气外泄 全非不见 专业的研究团队 老师犀利的见解 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 给您最中肯的建议 给您最明确的方向 选择高薪 让您放心 选择高薪 让您坐拥高薪 高薪投资是您唯一的选择 0227175567 0227175567 专专业的研究团队 老师犀利的见解 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 给您最中肯的建议 给您最明确的方向 选择高薪 让您放心 选择高薪 让您坐拥高薪 高薪投资是您唯一的选择 0227175567 0227175567 90年代是国家发展的关键年代 经济自由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关键 我们创造了无数奇迹 我们引以为傲 当世界脚步不断向前 面对区域经济危险 我们正面临关键时刻 一起做对的事 自由经济示范区 二代健保102年1月1日 正式上路咯 二代健保改革重点有 新增六项补充保险费 未经济许范区